比脸大的牛排 這個 只覺得兩倍大 這肉真的很嫩 真的 還是粉紅粉紅的 肉汁也都在 在下面留言 你就可以得到這個保鮮盒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雲霸 嗨 大家好 我是柚子 我是愛上新鮮 我們這邊桌面上看到的所有東西 都是從愛上新鮮來的 對 大家可以到我的貼文上面有一個網址 訂到的東西 就是桌面上擺到的東西 快要過年啊 家家戶戶都要圍爐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就是圍爐神器 就是米家電磁爐 小米在1月8號的時候 推出這個米家電磁爐 還有這個織物煮湯鍋 剛上市的那一天 它就賣完了 然後在1月15號那天 它要補貨 結果又賣完了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米家電磁爐到底有多好又 為什麼它會這麼快就賣完了 這個鍋子啊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造型 圓的 然後旁邊有提把 然後下面是適合電磁爐的均溫散熱 然後它裡面是不沾鍋的材質 而且它有通鍋師評論證 重點是它的售價才595元 真的很便宜耶 剛剛我們在來之前 一直在討論這個鍋子 好想要買喔 這個鍋子真的很有質感 超漂亮的 重點是它超便宜 就是 超便宜 真的 對 我那時候就在想說 小米為什麼要把它拆開來賣 它是要一起煮才會這麼便宜嗎 還是放一卡拆開來賣 沒有 這是單買的 你可以買2咖 3咖都可以 對 重點是不沾鍋我覺得好用 而且這樣搭起來其實是一整組的 它其實還有附鍋蓋 對 這樣才500多塊 對 這樣真的很便宜耶 對 像昨天小米電磁爐 第二鍋開賣 結果鍋子賣完 然後電磁爐還有貨 對 鍋子太便宜了 太傻了 太傻了 米家電磁爐啊 它的造型其實就非常白色家電 很極簡 它上面這顆2的按鈕啊 其實是一個安全裝置 當你把鍋子放上去之後 前面這個旋鈕 按一下 長按 它就會開啟電磁爐的火力 可是當你把鍋子拿起來之後 它就會自動暫停 就不會空燒 造成危險 電磁爐啊 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 它加熱 然後下面會不會發熱 其實你可以看到它底部 比較加厚的橡膠墊 然後下面都有預留散熱的空間 運作的時候 它會把熱往這邊四周散出來 它在上面啊 有附一個膠條 是可以把它拿起來的 它是防滑膠條 像一般的電磁爐 它的四周是平的 那如果你不小心推一下 像這樣推一下 它就不會跑掉 它會打進 因為還有那個膠條 對 就比較安全 它不會跑掉 它會穩穩的鎖在這個 電磁爐的範圍裡面 比較安全 我們這一套火鍋煮其實有七樣料理 鮮白蝦 北海道鮮干貝 這是來自北海道的 鮭魚片 非常推薦松阪豬 松阪豬 套Q 推薦一下它是船釣手的套Q 它不是用補的喔 它是直接用釣的 它是比較新鮮 而且它是比較活力的 對 它是比較活力的 不是冷凍很久的 對 非常的好 波斯特龍蝦 每一個套餐裡面 都有一隻波斯特龍蝦 昆布 高湯 對 因為有些人在家 可能不太會調 我們就用昆布湯 退冰 丟進去就可以了 鼻臉大的牛排 這個 只嫌了兩倍大 我也是整片盾子 真的 這是鼻臉大 16盎司 嫩煎牛排 不是薄切喔 是厚切的喔 筋非常的少 大部分全部都是肉 我們要示範兩種功能 煮火鍋跟煎牛排 日式昆布高湯鍋 這個份量大概四到六個人 等一下加熱之後再加點水 稀釋它就可以了 好 它上面的這個旋鈕啊 左邊是一個定時的裝置 右邊是功能 按一下功能 你就可以去旋轉 舒服牛排 火鍋 真煮 好多喔 很直覺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去選擇它的模式 那像現在我們要煮火鍋嘛 所以就調火鍋嗎 對 我們就選了火鍋之後 按一下 它就開始了 好 這裡已經聽到那個在加熱的直升了 已經開始在加熱了 這樣我拿起來之後 它就暫停了 小心 但是你還是不能手是過去摸 只是說它不會空燒 然後放下去它就繼續 可以聽到下面的風扇其實在運轉 其實像在煎這麼厚的牛排啊 難度蠻高的 你又要煎到好吃 有口感 又不想吃到裡面又太深 那個火鍋很難掌控 我們今天要做的就是 蘇肥牛排 蘇肥其實是一個技術 它就是低溫熟成的技術 溫度控制在60度 然後蘇肥一個小時之後 你的肉就會保持在水分被鎖住 而且是七分熟的狀態 整片喔 整片都鎖住 我自己其實家裡也有買一隻蘇肥爸 那時候是跟大魚麵交的 大魚賣我 然後大魚他賣我那隻大概三四千塊吧 好用嗎 其實是不錯用 可是買了之後隔沒多久 米家電池爐出來了 它居然可以蘇肥 用電池爐蘇肥 用電池爐蘇肥 對 真的 米家的東西它全部都可以用 相機控連線 太扯了吧 對 像我現在就已經跟米家電池爐連線了 然後我就可以用它的蘇肥模式 然後直接去剃牛排蘇肥 一般來講蘇肥其實是備餐比較方便 它就先幫你把蘇肥碗的東西 然後弄成一包一包之後 然後放到冰箱 然後下肢出來就微鍋一下 或稍微煎一下就可以吃了 所以這個是已經蘇肥過了嗎 這是已經蘇肥過了 這是已經蘇肥過了 那我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APP 它其實這邊內建了很多模式 熱牛奶 炸魚 蘇肥 還有鍋貼 還有溫泉蛋 它要煮泡麵耶 煮泡麵 對 它上面都會跟你講 像這個它是適合兩包泡麵 然後準備多少水 烹調的時間大概會多久 所以你就照著它的步驟做 你不需要懂料理 你只要會看說明書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示範煎牛排 選擇的是煎炸模式 開火 選到煎炸 為了要增加它的香氣 所以我們要準備的是奶油 好香 我聞到奶油味了 事先先蘇肥過後的牛肉 我這邊可以給大家一個小嘗試 其實它這個血水大家會覺得 看起來怪怪的 其實它是裡面叫肌紅蛋白 所以它才會出現這個顏色 你是不是看啾啾鞋子 沒有沒有 這個是很正常也很健康 表示它是原塊肉 如果今天是組合肉的時候 它是沒有肌紅蛋白 對 好 哇 聽到聲音了 好香喔 我們把它射壓一下 這個聲音都已經 哇 好香喔 把玫瑰鹽拿出來 哇 會不會挺太鹹喔 那待會我們可以來驗證一下 切開來看它到底是不是熟透 一般煎牛排煎到這種厚度 其實要非常有技術 裡面幾乎煎出來不斷斜水 然後外面又太焦也太硬 那我可以保證蘇肥的牛排一定是嫩的 你知道我平常都是做什麼料理嗎 什麼 暗黑料理 我有點擔心 會不會故意故意烤焦了 是整人用的就對了 這樣可以煎嗎 可以煎嗎 可以煎嗎 它只要熟了就可以煎 你看這個汁顏色有多漂亮 不煎也可以吃 因為它我們酥肥完之後 已經是熟的 在煎的過程中 表皮會稍微產生一點硬度 那你的口感會更好 我們都餓了 真的好餓喔 好香喔 這個火鍋在煮的過程中 其實你可以看到它 這邊有火力 可以調到火力 對 那一般的電池爐啊 最大的缺點就是 它會有 比如說0度到120度 或到180度 米家電池爐它的range 可以從0到99 火力 可以微調很細緻 還有 超大片的 肉真的很嫩 真的 而且它的水分還在耶 還鎖著啊 而且重點是 它是剛剛好的熟度 還是粉紅粉 肉汁也都在 那酥肥啊 除了牛排之外 其實像我自己在減肥 我都會在家裡吃雞胸肉 那雞胸肉啊 通常 直接煮很難吃很柴 所以酥肥就可以讓雞胸肉 變得像雞腿肉一樣 很嫩 然後還有很有感性 很嫩耶 嗯 超棒 超嫩 好我們剛剛煎完牛排 然後現在火鍋這邊也滾了 所以我們要準備要來下料啦 今天先下鍋順龍蝦 夾克類的東西 你煮下去的話 湯會比較鮮美 真的 對第二個 它的肉質也比較耐煮 對 整個箱子也比較耐煮 對 接下來可以下干貝 因為干貝也是耐煮的東西 這個松阪酥其實比較大片 其實松阪酥也可以丟下去煮 那這個是套Q 對 熟掉套Q 這個也可以丟進去 因為它大部分它是耐煮 蝦子也可以放進去 突然覺得小米應該再出第二種的鍋 就是鴛鴦的 哦 那一半 對 建議一下 我們現在等它滾 我們再回頭過來再煎個東西 剛煎了酥肥牛排 那現在我們來試看看 冷凍直接解凍 然後直接來煎的話 它的口味啊 熟度到來是怎麼樣 長按開啟 對 煎炸牛排 然後倒下去 不過像這個啊 沒有酥肥過 我覺得 煎的難度就相對高了 一般煎牛排 其實比較擔心是外面熟透 但是裡面沒有熟 剛剛酥肥就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剛剛小米 如果米加這個 它可以用酥肥的話 其實是 對一般 無態會煎牛排 非常好的一個工具 像我自己家裡 酥肥機也有 米加電池我也有 我真的是 覺得非常的懊惱 酥肥棒 它就是只能酥肥 它就是純粹做低溫熟成的這件工作 可是小米電池 你看這樣兩個加起來才2000出頭 可是它可以做 酥肥之外 還可以煮火鍋 因為酥肥棒就要3000多塊了 這個是兩個加起來才2000多 然後又可以煮鍋 又可以酥肥 就很多還可以煎還可以炸 對還可以煮泡麵 還可以煮水餃 而且重點是安全 火鍋拿起來它也不會空燒 自動暫停 這一塊是沒有酥肥過的牛肉 我們切開來一下 之前酥肥的那一塊 粉紅粉紅 切開來斷面是很粉紅 可是這一塊雖然是熟的 水分流失比較多 所以我建議大家 煎牛排的時候 都愛叫酥肥過 子玄家裡有在做菜嗎 有 但是我有很多東西不會做 所以其實這一台真的很需要 因為它都會幫我調理好啊 它也幫我設定好時間 然後溫度 都幫我用好 我也不用怕它烤焦 我想要把它全部都買走 哈哈哈哈 對不對 不過我們今天 介紹了這個 一個火鍋組合 跟牛排組合 我們講了半天 看起來很豐富 可是大家都不知道價格 你們這個到底是賣多少 對耶 我們賣個關子 在這個D片下面 會有一個連結 大家直接去那裡講 那裡有驚喜價 保證驚喜價 保證驚喜價 我剛剛已經偷拼大 我已經先給它訂了 保證驚喜 除了愛上新鮮 有給我們驚喜之外 其實台灣小米 小米也給我們驚喜 它也對我非常好 它說今天看完影片 然後大家分享影片 然後在下面留言 你就可以得到這個保鮮盒 這個不便宜耶 我還自己去買 因為它可以裝肉啊 什麼保鮮在裡面 空間蠻大的 是玻璃的喔 是玻璃的 可以接微波 用抽的啦 留言分享 一人一個我真的受不了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這個頻道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幫我按個讚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